我们桃源市的郑市长 还有青蛙高中的范江董事长 还有铁路级的州局长 教育部的长官邱家亮一言 还有我们杨梅的姚区长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们郑市长讲 桃源六个立委 廖正景最会争取预算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要跟各位报告 今天这个政策真的得来不易 要不是范江董事长 天天在吹 今天几乎不可能 第二个 如果不是廖正景 一直在拜托的话 也不太可能 因为从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交通部的官邀文化 真的是很糟糕 局长也OK啦 下面的同仁不同意 局长 铁路级OK啦 交通部又有意见 部长同意啦 下面又有意见 可以纯纯看出来 交通部的一个官邀文化 第二个 我们教育部还算不错 申请经过电话拜托以后很快 这个车辆管理这个科的这个学校设立这个学校就合准 所以今天真的各位要了解 今天能够拿到这个案子刚刚所讲的真的得来不易 第二个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也要谢谢州局的 因为这个铁路动工了以后 副钢机长东工以后 周边的井水没有水可以喝了 所以来找我 铁路级综合这个跟他无关 但是经过廖正井既然不舍的努力 在去年 全部的自来水免费装好 对不对 所以有廖正井的帮忙 真好对不对 你要给我掌声一下 对不对 副机长 不可能的时间变得 市长你没有听到我刚才讲的 副钢机长成立以后 这周边的井水没有了 没有自来水 当初铁路级说不行 不能免费提供给他 经过我的努力 铁路级钱不出钱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老百姓不用出钱 有自来水 这也是廖正井的地方 我要跟正事长报告 刚刚我为什么稍微晚一点 台66 台31线下面 淘79 淘81的高价 今天动工了 明年双十节会完工 所以我听这位报告 不是了自己在签铁路级 真的是真心诚意 为我们地方建设来努力来打拼 所以我相信 正事长年底 明年1月16日我还是人民会支持我的 好不好 所以我相信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不会分打败的 只要有建设 他一定会支持 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 正事长当选的 我们也不负要打败 出家亮议员也不会分打败 全力支持建设 只要是对人民有力的建设 我们都要全力来支持 这个才是社会才会进步 所以我也希望做机长 既然 皇副机长 我那时候当桃园县副建长 皇副机长来找我 我完全兼你支持 支持的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 所有的就业机会 以我们桃园为优先 当初皇副机长答应我 你知道吗 第二个也就是说 地方教育要是什么学习的地方 全力配合 我在这边也要拜托我们正事长 刚才讲说他会捡你帮忙 其实富岡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客家文化的地方 我一直期待 将来台北的人 我在台北市服务过 台北的人很希望一天的主流 那富岡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有这个铁路在这边 再加上富岡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富岡的重镇路 有很多的历史建筑物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的特产 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 不要自己开车到北埔 不要自己开车到新埔寺 直接就可以坐铁路 到我们这边来了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我这个是非常有卖点 有亮点的一个地方 当然 最后 我一再拜托我们周警长 要提出一个宏光的计划 好好的 不要让台铁的人当二董国民 当高铁的才一董国民 赶快车厢赶快换修 我当然也会帮金华高中 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个湖南的这个铁道 这个大学跟你们来合作 好不好 我跟他们满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前几次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最后再次的这个谢谢我们今天来的嘉宾 这个来参加这个盛典 我相信清华高中 在我们的范江董事长 陈孝小的努力之下 再加上教育部的支持 一定可以办得有声有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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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未来 谢谢